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我是小編 那今天的這個歐靈副本呢 它多了一個新的地圖就是地下的海盜船 然後讓你進去歐靈副本解完之後 如果四個人都還活著 你就有機率傳送進去 那小編呢就先隨機跟著這個路人團來組隊一下 那這邊的話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我們線上的這個玩家的ID 它後面會有一些數字 應該說會有一些伺服器的這個名稱 那沒錯現在這個世界副本的配對 它變成是同一組伺服器的玩家 都會進行配對 所以有的話配對速度變得很快 好那我們就繼續來看一下這個玩法 前面這邊的話基本上跟之前都沒有什麼差別 那玩法的話都一樣 好唯一差別的部分是在待會過關之後 好它會先進入第二個bonus的階段 就是打一個 一個 一個很像很像很像這個木人莊的這個概念 的那個東西 好第一階段清完了 好進入第二階段 打這個封印箱 應該說是封印塔 好封印塔打完了 它就隨機傳送進來 然後第一層喔 第一層怪物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難度 它隨著後面它等級跟難度會越來越提升 目前看起來我們的隊友都還OK 好它這一層每一層都要你打個30秒鐘 後面的話其實就看坦度了啦 前面的還好 後面就需要一點坦度了 如果說有聖界法的搭配的話會是更好的 那因為我們這個隊伍裡面 我發現只有妖精槍手跟這個黑妖 所以打起來會非常非常的吃力 前面這裡還好 後面就會比較吃力喔 那這個可以的話 其實大家建議往角落來移動啦 因為怪物一定會 主動包上來 那外面的話就放一些比較 呃 你隊伍裡面比較坦的人喔 譬如說近戰職業啊 騎士啊 那法師的話 也可以在外面啦 聖界法 神域啊 什麼的 那個都可以放在外面 好 我們的隊友已經有一個被帶走了 已經有一個被帶走了 已經有一個被帶走了 第二個 欸 也被帶走了 很可惜喔 那這一關看起來 呃 我 我通過了齁 我們 撐過30秒 但是 不見得可以在 這個下一關存活 因為太難了 好 第四關 目前聽到的 一般路人團啊 大概主到第四關 會是一個 門檻齁 路人團大概主到第四關 那後續的話 其實真的就是要搭配聖界法 好 甚至法師全部自己組團進來 也是可以 我看這個 GG 死掉啦 好 所以他這個活動呢 就是這樣子 那 不管你是撐到第幾層喔 如果說你像我現在撐到第四層 基本上 欸 除了死掉沒有扣趴啦 但是你不會拿到 任何的獎勵喔 我們現在從這個 道具欄裡面來看 除了剛才看到的一個 這個歐靈的日記碎片之外 都沒有其他的道具 所以你下去 你必須要到最後最後遇到那個奧爾丁 你才有機會拿到獎勵 要不然的話中間都是 呃 白打的 好 那以上活動 分享到這邊 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喔 掰掰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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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